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时政评论 徐克,中南海传敏感异动,蔡奇要职或被取代 外界关注的中共二十届三冬全会看来难产了 难产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或与习近平难以处理 以秦刚、李尚福为代表的那批出事的中央委员有关 但也有其他猜测 最新的消息是,蔡奇一项要职可能被取代 这对中南海权力格局会有微妙变化 这一传言如果属实,中共高层内部肯定会有一番较量 因此延误了中央全会会期,也就不奇怪了 近日,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政治推测人士的分析称 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可能在未来的三中全会 取代蔡奇掌管中央办公厅 如果这样,王小红将得以掌管与中共高层安全 密切相关的两大武装,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特勤局 有关王小红当中办主任的消息,在中共二十大后一度流传 结果是政治局常委级的蔡奇兼任,以致他全清朝野 王小红掌中办的消息,相比上段时间 据传是和彭丽人关系密切的新疆区委书记马兴瑞调任 更为靠谱 原因有三 一是在中共二十大上,王小红已获安排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 使政法系同时有两人进入中央书记处 另一人是按惯例列入的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而中办主任历来是中央书记处主任 蔡奇因分管意识形态,本身是常务夫书记 所以王小红提前进入中央书记处 就为日后掌管中办埋下了伏笔 二是习近平早年在福建任职时 王小红就是习的警卫 据说王当时住在习楼下 由于彭丽人不在福建 习出差期间经常将女儿习明泽寄住在王小红家 这显示习对王非常信任 在安保一线和搞暴力维稳方面 王小红也比蔡奇更有经验 三是王小红近期已含有随习出访 习去年12月12日13日出访越南 同机的除了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蔡奇 和外交部长王毅还有王小红 这打破公安部部长 不随同领导人出访的惯例 这可能说明 有王小红接管中办 这项是关系安全的人士 一直在铺牌中 而蔡奇只是暂待 这种情况有点像秦刚被免后 年迈的王毅回庐暂监外长 至于为何现在安排王小红接管中办 则或与习现在内外交困 自感不安全 担心文官蔡奇未能有效保护自己有关 去年8月 习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后 未直接返京 而是前往新疆考察 当时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公安部长王小红都到乌鲁木齐营架 全程负责安保 如果王小红取代蔡奇担任中办主任 这一刀把子在中共内斗中更具杀伤力 上任中办主任后 王小红未必会交出公安大权 而即便王小红卸下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 由于公安部在近三年 已被他以肃清孙力军余毒的名义 进行了大清洗 整支队伍已是王家军 所以 除了负责国际领导人安全 或进行监视的中央警卫局 负责监控副国际领导人的公安部特勤局 实际上仍在王小红手中 所以说 王小红会使掌两大武装 蔡奇和王小红都属于福建邦 蔡奇分管宣传和党建 本身也是国安委副主席 自掌管中办后 不断抓权 权势力压二号人物李强 这在过去一年来在党内引发议论 曾有分析认为 如果习近平突然暴毙 蔡奇可能因为是大内总管 完全可以封锁中南海 然后假传圣旨 夺得党政军大权 李强等其他人没有还手之力 接下来 如果本身个性比蔡奇更为凶悍的王小红 取代蔡奇成为中办主任 蔡奇等于被缴了武器 这可能是习近平自己的算计 就是在亲信中完全力平衡 避免有人势力 做大反噬自己 只是 对习来说 王小红也可能是中南海乱局中的中国版普里割金 脑后本来就有反骨 当然 有关中共高层 人事变动 目前只是有传闻 三中全会 到底何时开人未定 习会不会干脆摆烂 不再开三中全会呢 但再这样搞下去 由于秦刚等中央委员范事不处理 那些等着地补的中央候补成员也无法上位 习的权威将进一步消散 日久党内一定会生变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